大家好,这里是CCR造成王 今天我给大家讲Share编程第二张输入输出 那么这张主要内容有输入ReadMeaning,输出Echo 以及Echo输出颜色与关标定位 首先来看一下输入命令 这是以下几种常用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ReadMeaning后面直接跟一个变量 这表示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 复给变量VAR ReadVAR 那么读取一行文本 直接将这个文本复给VAR变量 输出VAR变量的值 VAR等于ABC 这是最简单的ReadMeaning 第二种方式直接敲一个ReadMeaning 不指定一个变量 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它会将标准输入读取到的内容 复给一个类字变量 Reply ABC 打印输出Reply 那么它已经把它复给Reply变量 第三种方式可以加一个-A的选项 表示读取一组单词付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一个数字 -A AAR AAR 123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将123这三个数字付给AAR数主 打印输出这个数字里面的所有元素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打印输出数字的所有元素 我们也可以打印输出数字里面的单个元素 比如说第一个元素 另外呢read meaning还有两个禅院的选项 -P -T 我们也来解释一下 那么这边举一个例子 read -P -P表示一个提示符 input 3 digit -T 表示超时时间 这边设一个超时时间是10秒钟 -A 表示 将标准输入 读取的内容付给一个数字变量 123 那么就将标准输入读取的 123数字付给了数字 主编输AIR 并且这边有一个-P选项 我们这边会输出一个提示信息 -T 超时 如果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任何输入 那么read meaning也会返回 我们这边拿着测试 比如说我们在三秒钟之内没有任何输入 那么read meaning也会返回超时了 如果没有干T的话 没有干T的话 那么它是不会超时返回的直到我们按了回车以后才会返回 这是read meaning 大家主要掌握这三个选项 apt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输出 这个输出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实际上 来看一下输出 最简单的方式输出一个文本 echo 后面跟上一个文本 echo hello 那么它就直接输出hello 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用引号 将它引起来 可以用单引号 也可以用双引号 echo hello 输出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可以在变量之前加一个dollar括号 还可以是dollar大括号 比如说echo dollar vr 或者echo dollar 大括号 vr 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 加了个大括号之后 可以进行区分 进行分隔开来 如果我们不加大括号 这种情况就不行了 这表示输出的是vara这个变量 而不是说vara变量后面连接上了一个a字符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cho的两个选项 -n跟-e 我们观察一下echo 如果没有跟上-n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hello word hello word 那么这时候输出hello word之后 它会输出一个-n之符 所以说shell提示符它就停留在了hello word之后 加一个-n 加一个-n表示输出hello word之后呢 不会跟上一个-n的字符 所以说shell提示符就接在了hello word之后 这是-n的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 -n表示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转印字符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加-n 那我输出一个-t 输出-t 那么它就直接输出了-t这个字符 那如果我们-t没有用引号把它引起来的话 那么-t会首先交给shell来进行解析 shell将-t解析成了-t 那么echo输出的时候是一个-t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加了个-e 加上一个-e之后表示echo它可以解析-t 可以解析-t 这时候shell它并不解析-t 而将-t送给了echo 那么echo按照-e的方式来解释 也就是说把它看成是一个type字符 那么由于是type字符符 我们看不出来 最好后面再加一个字符 来体现出这是一个type字符符 -e的选项可以输出type字符符 然后type字符符 然后是一个a字符 -e表示可以解释转一字符 那么上面是echo的一些基本用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cho来进行颜色的输出以及光标的定位 那么这边来看下echo要进行颜色的输出 以光标的定位要用到一些转换字符 要用-33打头的表示它可以使用颜色输出或者光标定位 下面是怎 鉴子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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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response 也就是字的颜色字体的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用一个echo 要加一个干译的选项 它才能够去解析 干33 干33表示转译开始 接下来中括号 那么实际上你要转译的内容 31M 表示将它改成了 前景色改成了深红色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前景色 就是一个深红色 那如果我们要取消这个前景色 可以干33 中括号0M 这表示取消所有的一些设置 还原成原来的 0M 取消 前景色的深红色 我们还可以 既指定前景色 也指定背景色 那么这可以通过设置背景色 背景色是40开头的 40表示背景的黑色 以此类推到47为止 那么既设置前景色 那么既设置前景色 也设置背景色 -1的选项 -33表示开始 那么前景色 发现这个前景色 它是红色的 背景色是青色的 那么会影响到后面的 那么会影响到后面的所有的输出 如果我们要去掉这些属性 刚才说了 可以用0M 来去掉这些属性 还原成原来的 那么-3-33还可以对光标进行定位 那么光标的定位是这样子的格式 Y表示重坐标 行X表示列 那么后面跟一个大写的H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例子 将光标改变到某一个位置 设置前景色 设置背景色 输出一个字样 echo-1 将光标改变到某一个位置 以-33开始 光标改变到某一个位置 第五行 第十列 那么这个应该是 Y-X-S 分号 然后大写的H 第十列 大写的H 那么改变成 颜色改变成 3-1 4-6 前景色是红色 背景色是 背景色是 青色 我们发现改变失败 改变失败 但是这边 光标定位是正确的 这边的改变失败 现在我们最好 后面的颜色 颜色的一个控制 再加1-33 中括号开头 也是失败的 H 这个不要扣起来了 这样子 先把它全部去掉一下 我们来解释一下 干1-1 表示可以使用转一字符 干3-3的转一字符 那么接下来呢 进行一个光标的定位 中括号 5-10 这表示定位到 第五行 第十列的位置 第五行 第十列的位置 接下来呢 第五行 第十列的位置 开始改变它的属性 什么属性呢 颜色的属性 再从干3-3开始打头 3-1稿是前景色 红色 4-6稿是背景色 前蓝色 青色 那么改完之后 我们后面输出一个AAA 那么它的颜色就是 深红色 加上一个青色 这就是Echo 颜色的控制 以及光标的定位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需要 了解更详细的Echo 与颜色输出 以及光标定位的 相关信息 可以去查看 CG教程网上面的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 会讲得更加详细一些 那我们讲这个颜色呢 目的是为了后面实现一个 俄罗斯方块的时候 进行输出方块 那不同的方块 会用不同的颜色 来进行输出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一篇文章 感谢大家的一篇文章